最近又来越多中国的品牌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我们之前就报导过这个奇瑞啊 就报导过这个长城啊 现在又有一家品牌又要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了 它就是广汽传奇 实际上广汽传奇在之前已经在马来西亚有贩售车关了 只是这个声浪并不是很大 不过最近呢他们就丢了一个杀手间 在中国呢外观设计很前卫的这个广汽传奇 GS3 素银 正式宣布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是以CKD的方式贩售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款车 这款车可以讲是B-Segment SUV里面 其中一个非常有利的竞争者 首先呢会引进本地的车款叫做GS3 其实GS3在中国已经上市了好多年 但是它一直有不行的更新迭代更新迭代 所以目前最新一代的车型确定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是以CKD的方式贩售 我们先讲一下之前的这个GS3 之前的GS3外观设计就比较普通 就是一个老老实实的SUV车型 我们在之前也有做过这辆车的新车介绍 大家想看的话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然后我们回到正题讲今天的这个SUV 这个SUV在中国它叫做GS3速银 速度的速 银子的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这款车非常非常的快 首先我们先来讲它的外观设计部分 这个外观设计部分非常的冷角 尤其是它整个前连 你根本不会想象到这个是一辆两产车 你可能会以为它只是概念车而已 它整个外观设计我已经不知道 怎样去形容它 你看了就是觉得哇好酷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它应该会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至于我个人啊 除了车头以外啊 我更喜欢它的车尾设计 这款车的尾灯呢 也是采用了非常冷角的这个3D LED尾灯组 看起来非常的前卫 而且还有中置的双出排气管 凸显它运动化的氛围 这辆车呢是一款标准的B segment车款 未来它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之后呢 它的这一个对手就是Proton的S50啦 Chirley的Omoda 5啦 Honda HR-V等等等等的车型 所以它的价格应该会蛮有竞争力一下的 而且我去查了官网哦 这辆车的离地高度 竟然只有145mm 这个低到什么程度 我给大家一个examble 这个Toyota Vios呢 它大概是138mm 然后Proton Elza呢是140mm 但是这辆车竟然只有145mm 以SUV来讲真的是太矮了 我不知道是官网的信息有错误呢 还是我自己错误的 但是如果这辆车拥有如此低的离地高度的话 那么它的操控表现真的是值得期待 这个内装设计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品牌的优势所在 不过在这个GS3速音上面呢 我觉得它是轴弄比较成熟稳重的路线 大怪怪拍啦 因为这个内装设计是你每天要对的 如果太前卫的话 有些人会很喜欢 有些人会很不喜欢 所以它们就走这个中庸的路线 中间就采用了两个大尺寸的荧幕 一个分别是数位化仪表 另外一个就是出屏主机 不过我们暂时不知道本地的出屏主机会怎样 但是上一代已经支援了这个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所以相信这一代它们也会支援 其实中国品牌它们很聪明 它们在中国市场主打的就是智能车机 但是去到海外之后 它们会知道就是这个智能车机在海外市场 可能不是那么受欢迎 而且要做很多本土话的工作浪费时间 所以它们就直接把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丢给你 你要用Google Map 你要用Waze 你要听Spotify 或者是YouTube Music 你开心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非常人心化的 然后它也拥有这个电子排挡杆的设计 看起来跟Forcewagen很像 然后整体的铺陈 我觉得这个内装设计是中规中矩 但是看了很舒服 你对这个内装设计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对啦 这款车也有可能会配备这个先进安全配备 但是目前要想只是表示 它们会在本地推行CKD的政策 至于会不会有这个Aktas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要等我们参加完发布会 你才会知道 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发布会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们会在影片的下方 来更新它的配规格表 OK 重点就是来到它的引擎配置 之前在马来西亚贩售的这个GS3呢 只有这个1.6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加6速的自排变速箱 所以很多人吐槽 为什么中国版本是涡轮引擎 哪里西亚版本没有 不过我去中国官网查了一下 这个速影基本上在中国市场 只有这个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拥有钢内直喷技术 358的钢内直喷技术 非常的先进 至于它的最大马力表现 则是达到了174HP 峰值扭力270纽顿米 匹配7速的双离合气变速箱 但是官网并没有讲它是干式还是实式啦 不过呢 它的0-100加速表现 有一点惊人 只需要7.5秒 所以在中国的很多reviewer呢 就叫它做小钢炮 大家觉得这个性能能不能够称作小钢炮呢 我觉得如果马来西亚版本真的是搭载1.5公升涡轮增压引擎的话 它的这个竞争力会很强 但是希望不要是1.6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啦 接下来就要讲到价格的部分 上一代GS3的价格其实是低于10万令吉的 但是它的没有attax功能 它说它没有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卖到这个价位我觉得是合理的 那么这个涡轮增压引擎的版本 如果它真的来涡轮增压引擎的话 会卖到钱 我个人猜测它的价格应该会在11万令吉到13万令吉之间啦 因为这款车会CKD 而且CKD呢是成畅集团的一家子公司 所以他们已经由他们的网络去生产这款车 而且有办法把成本降到最低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的消息没有错误的话啦 马来西亚市场是第一个发布 幼稚版本广汽传奇GS3素银的国家 所以可以看到广汽传奇其实对马来西亚是蛮忠实的啦 所以我相信如果是讲他们真的有心要把马来西亚市场做好的话 这个车辆的价格应该不会太恐怖 如果讲它在11万令吉到13万令吉之间的话 我觉得它会很有竞争力 但是前提是大家都知道的收购服务要做好 然后销售点要多 那么大家才会去选择这款车 不说实话这款车的外观设计真的让我非常的惊艳 外观部分满分十分我会给它8.5分 大家怎样看这款车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同样的在这个影片你们看到的时候 发布会已经结束了 所以在下方简介栏我们会放上更多这款车的详情 如果官方有公布的话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